小青蛇在窗外偷瞄法海 法海起身就追了出去 五百年的青蛇这是吃豹子胆了吗 竟敢去招惹一心捉腰的法海 原来此时的白素贞和老鼠精 正在找三千年的蜈蚣精救孩子 但一蛇一鼠联手仍不是蜈蚣精的对手 还好小青引着法海及时赶到 青蛇与法海天衣无缝地合作 蜈蚣精眼看好不过这一蛇一人 便想与他俩一起同归于尽 法海赶紧用金波照住自己 黑蜈蚣顿时撞的魂飞魄散 李捕头也闻讯赶来就出了孩童 这次李捕头可算是立了大功 想要摆几桌庆祝一下 姐姐早就看透许仙喜欢白素贞 要求就在家中设宴 并让许仙立刻去白府送请柬 许仙来到青波门外 问了好多当地人 都说根本没有什么白府 原来这白府是白素贞和小青 在深山里临时变作的幻景 当地老百姓当然不知道 许仙相信白素贞肯定不会骗他 执着的漫山遍野寻找也毫无结果 突然天公坐美下起了大雨 一男一女都低头跑进一个亭子躲雨 缘分了 他俩竟然在这里相遇 白素贞邀请许仙去家中避雨 许仙好奇 这么大的一座白府 平时就三个大少爷和大小姐怎么打理啊 鼠王紧松会议的响指一打 一个个小老鼠立刻变作人形 可这只老鼠看到苍蝇乱飞 就忍不住伸了一下舌头 白素贞是一小青赶紧支开这两只小老鼠 次日白素贞一行高兴的上门赴宴 谁知在大门口竟然撞到 跟他穿一模一样衣服的如意姑娘 这如意是济世堂掌柜金师傅的唯一千金 而许仙从小就在济世堂跟金师傅学医 如意喜欢许仙多年 并多次要求金师傅上门提亲 今年他突然感觉许仙好像喜欢上了白素贞 于是醋意大发 对白素贞各种刁难讽刺 许仙也只好挑明了说 从小到大只把他如意当作妹妹疼爱 而今他找到了真爱 那就是白素贞白姑娘 如意气愤不已 他单独叫来了白素贞 故意让丫鬟透露许仙会娶如意 明知道你和许相公有婚约 这白姑娘还跟他走那么近 大什么大什么大 我都替你难过 汉文都在说了 这个白姑娘啊父母双亡 关心一下嘛也是应该的 就怕他自作多情 白素贞听后立马跟许仙道辞 大家都搞不懂白姑娘怎么突然不高兴了 景松却显得有点开心 黄姑娘